在88風災之後我們經常聽到永久屋這個名詞 而事實上早在五十幾年前的八七水災 就出現了安置災民的大型聚落 而位在南投的這個地點 本來還是日據時代的飛機跑道 但您一起來看看 別懷疑這個屋寬久張開雙臂大小 屋長只有十步卻要幾件十個人 這就是五十年前的永久屋 安置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的災民 主管屋頂鑽造的牆 這是南投草存副興里 老人家們還是習慣叫他回家店 他也是全台灣最早的永久屋 1.7公里長 日治時期比直的機場跑道 沿著兩側蓋了上百戶紅樁屋 當時居民還要繳一萬三千元的費用 才能擁有土地和建物所有權 回想當時搬到這裡來 一轉一花蓋起來 老一輩的人難忘當時的艱苦 像在集中營 還在集中營 沒辦法也這麼過 以後在我們市裡 我們建造的地方好處才不適合 是啦 是啦 這點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如果說離太多 當時政府安置南投八七水 在災民的地點 懸在距離家鄉兩公里外的地方 居民還能回到自己的田地工作 房屋的設計也提供居民 養豬種菜曬稻谷 聚落可以自給自足 保有原來的生活方式 看到現在政府安置八八峰 在災民的永久屋 雖然硬體條件很好 但卻忽略災民的謀生問題 也讓災民的文化歸屬可能中斷 五十年前的永久屋 每六間房屋中間留有一塊小空地 作為公共空間 走過半個世紀 八起水災受災戶已經傳到了第二三代 歷經九二一地震 未改建的專造老屋依然穩固 這個全台最早的永久屋聚落 它們的過去與現在 或許能提供政府在進行永久屋 興建與安置時更多的經驗 記者王小賴世傑 南投報導 前往 字幕說什麽 嚴重